我們看柯文哲在最近接受訪問的時候 還是非常有自信 他說雖然在這次選舉裡面我輸掉了 可是那是成功的開始 甚至民眾哪不在講 再下次我們可不是老三 不要小看我們 可是你說不是這樣子 其實柯文哲現在恐怖的是 第一個 他的整個聲量真的是巨跌 還有他最重要的大本營立法院 雖然今天出現一個新聞 我們知道在立法院 除了立委非常重要之外 立院的助理非常重要 你好不容易培養四年的助理 很多人都跑了 是 我們大家只有看到 感覺上楊寶貞被逗跑了 但事實上整個立法院的助理群 竟然只有25%留任 而且你要知道在之前 只有25%留任 只有25%留任 他們就算過嘛 簡單來講 以前一個立法委員 大概聘到8到10個 我們就用10個來算好了 那你這4年來 你至少也已經訓練了 50個立法委員的助理嘛 那你這50個人 你一半留下來用都很好用啊 而且你要知道 他之前還說 我們要成立一個叫幹部的制度 而且我們要有法案的一個組 所以我們立法院 以後是我們大本營 我們要講一大堆 還叫怎麼樣 還說你們有醫院要留任的助理 都去留下來 然後做面試 結果後來發現說 從頭到尾 醫院之後 沒有人跟他們聯絡 沒人理他們 沒有人理他們 連追蹤一樣的楊寶貞 都被逗跑了 你說其他人 怎麼可能會被安排 所以他們就說 所以柯文哲本來信誓旦旦地講說 我們在立法院要建立制度 我們要建立幹部長制度 我們要強化我們在立法院的助理 結果他嘴巴講完以後 什麼都沒做 什麼都沒有做 而且他就說 原來他之前不是說嗎 你們可以來面試啊 然後看新的委員有沒有要用啊 結果你會發現不是呢 這些委員要不然早就已經從競選總部收留一些人過來 要不然就是這些委員 因為很多都不分區嘛 帶自己的人馬過來 所以你過去這四年訓練好的所謂的助理們 幾乎只有25分 25%留下來 4分之3跑掉了 跑掉了 而且我跟你講你跑掉了 所以這些助理到最後像是流浪助理一樣 不斷的在委員 還有在甚至去外面找其他的工作 那這不就是你柯文哲講所謂的人才嗎 這不就是你要在這個法院未來四年 好好利用他們的一個過去的經驗 來幫你這個民眾黨著重嗎 結果完全都沒有 所以人家就講說現在民眾黨其實就是這樣 都是外來的月亮比較遠 都是外來的比較胖 所以甚至柯文哲在競選中 在競選的時候不是講過嗎 民進黨的他們這些助理真的比較厲害 然後當著所有人洗他們臉 所以人家就說這柯文哲為什麼留不住人才 關鍵在這裡 但是這還不是柯文哲唯一的問題而已 你知道現在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他的一個聲量不斷的下滑 包括就說禮拜二禮拜五到 聲量下滑了 聲量下滑禮拜二禮拜五到立法院去之後 光是賭的麥德人變少了 光是劍報的新聞越來越少 還有甚至連以前最愛罵柯文哲友台 現在都不討論柯文哲了 所以就發現說好像整件事情真的是消轟了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一集 就是美麗島電子報之前做的一個民調 柯文哲的負面聲量 反感度 對反感度竟然爬到超過了五成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對柯文哲 是形成一個很大的警訊 他會變成說以前喜歡柯文哲那些人 怎麼都感覺上瞬間消轟 然後因為你也知道柯文哲最大資產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聲量就是他的空戰 今天柯文哲如果聲量沒有了 空戰沒有了 他現在拋出個議題要N加1 他下面14個門徒 大家竟然沒有人要買單 而且我跟你講很多人沒有買單 照一講他是王 他是皇上 他是聖子 就你丟出來就被反彈了 被反彈 而且我跟你講以前如果私底下 大家不敢就 還沒有一切都還沒有定論 然後他們無疑軒說 沒有沒有這只是討論而已 然後他們的學姐上節目就說 我個人是支持 但是還有一配票什麼什麼 講一大堆 以前可能只是這樣而已 沒有現在一個江河樹 台中的直接嗆出來 跳出來 就想到說這個東西 其實衝擊很大了 大家基層都會覺得很不滿 畢竟所有的選舉裡面 第二屆最難選 第一屆人家看你是新人 願意給你機會 第二屆你要交出成績 那現在為什麼這14個門徒 敢這樣跳出來反柯文哲 因為你以前有資產 你的資產是空戰 你的資產是你的升量 現在你越來越消轟 越來越消轟 講到如果你沒有空戰的話 我還有陸戰 我是基層出來 我現在是議員 我現在是黨部這邊的人 我是第一線人 所以在這種角度來講的話 他們議員他們就會認為說 如果你對我來講 柯文哲不再是資產的話 那我何必對你言聽並從 而且你談到說 現在柯文哲去提到了N加1 是因為他有一點權威受到挑戰 他去恫嚇他的基層 是當然如果你不聽話的話 好你以為你現在是議員的 你以為你有現在自己的 經營的地面不對的話 我如果額外提一個人來跟你選 你確保你一定選得上嗎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 一方面其實在恫嚇這十四門徒 你們到最後其實還是要看 我柯文哲的臉色 你現在以為你翅膀翼了 你自己認為你平衡的實力 可以選上 如果你這樣 我就提另外一個新人來搞你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覺得這十四個門徒 就算對柯文哲心有所不滿 但說到底 其實某一種程度 還是要聽他的話 不然的話到時候 他真的提另外一個人 然後柯文哲 當然他們現在有留意的說法 他的說法是說 現在有議員的 我才會提N加1 沒有議員的這提議 所以這樣顯然 顯現什麼 就是東河現任的 你不要以為你翅膀長翼了 你如果不聽話 我還是有一點本事可以搞你的 董事長 民眾黨現在留不住人了嗎 剛剛講的 現在民眾黨好不容易培養的 這些立法院的助理 這是非常珍貴的資產 結果四分之三都跑了 對 這個原因是 初期是由柯文哲的黨中央 先征詢的這些 過去的這一屆的 立法院的這些助理們 每一個人表達的意願 大部分人願意留下來 結果等到選舉的結束以後 因為他的席次增加了 換言之道 他人事的quota應該增加對不對 增加的話能夠吸大更多人 更沒有問題了 結果柯文哲反其道而行 先把他的黨中央 跟他的一些自己的親信 塞進來 塞進了 到了立法院來 然後最後再來 反過來再來問這些助理 願不願意來 願意要來的人 還要重新面試 interview一次遍 做很虛辱的方式來羞辱這些 立法院的這些助理 所以大部分跑光光 對 因為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是柯文哲的 他的黨的這個特性 他講過嘛 這個科學理性 科學理性物實 物實 科學理性物實代表什麼 你知道吧 他裡面缺乏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搞政治有一個叫道義 他沒有道義啊 講話不算話啊 對不對 還有照顧老人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搞政治的道義跟呈現 這兩個要件最重要 這兩個他都沒有 所以他跑光光是正常的嘛 這是第一個柯文哲的問題 所以他因此 他永遠都在交新朋友 他沒有老朋友 他這些立法委員 八個立委這些 都是新朋友 也不是老人 老人跑光光 我是他老朋友 離開他 不跟他交朋友 他還告我 對不對 不知道有沒有 然後這個蔡壁如 等等 所以因為我過去 跟柯文哲交往的過程當中 我有一個原則 每次我只要跟他開會的話 跟他談事情的話 蔡壁如一定要在旁邊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講話不算話 因為蔡壁如在 會落實這個事情嗎 是喔 蔡壁如在 如果蔡壁如不在 那柯文哲講完 我們就算了 蔡壁如在 這些講的話才會落實 所以他之前講 我這些立法院的助理 我要怎麼樣建立幹部長 旁邊沒有 等於說沒有蔡壁如 就沒有這個所謂的落實了 他就從來都不守 就是他的keep promise 就剛好反向而已 為什麼要講 什麼叫keep promise 就是維持承諾 你知道嗎 人缺什麼講什麼 各位就是缺這個才keep promise 所以這是他的大問題 第二問題是什麼 你剛剛講的 他到立法院 到立法院有個最大的弊端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選總統是選什麼 選一個格局 選一個局 一個格 像我們過去 我們的 我們的老前輩 許信良 他終身就想當總統 對不對 他從來不會想去立法院 去當 他要當黨主席 他當不分區立法委員 可以排啊 他早就可以當立法委員 他甚至可以到立法院去啊 等於他老婆要當立法委員 都是拼的嘛 都選出來的啊 所以要有格局的人才能當總統嘛 結果你變成神仙老虎狗 一下可以當神仙 神仙當完了當狗 跳來跳去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變成什麼東西 大小通吃嘛 大小通吃什麼東西 就是最後變成瑣碎不堪嘛 小人物不是大人物 所以在立法院或者議會的這個助理 有這麼樣的重要嗎 然後呢 你怎麼會連助理都留不住呢 他不是連助理都留不住啊 他從當市長開始 他的局處首長也都留不住啊 大家記得他當市長的時候 他的局處首長就一直在換 一直在換 有時候換到我們議員 還沒有認識這一個人 他又換了 曾經有一個局長 兩個月就換一次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在開玩笑 兩個月換一次 對 我那時候就在開玩笑說 跟柯文哲分手率高 翻臉率也高 你知道分手難免嘛 工作來來去去的 可是跟他分手的 一定都翻臉 你看最早幫他選舉的那一票人 譬如姚老師 後來跟他怎麼樣 然後曾經幫他一手 把世大運搞出來的 在市府被稱為 世大運之母的蘇利雄 後來走了以後 柯文哲還要摔人家說 他沒油水可以抽啦 所以他走 所以他每一個離他而去 反而是分手必翻臉 對 分手必翻臉 他對局處所長這樣 他對民眾黨裡面的黨工 或是立法院的助理 也一樣是呼呼呵呵的 大家還記得 他有一次在群裡面 有一個黨工 有一個賴香凌辦公室 誰家的狗帶回去 對 誰家的狗帶回去 請問一下 其他的助理不會看在眼裡嗎 其他助理會看在眼裡嗎 可是我跟你講 要是你這樣對我 我跟你冰鬥了 對 所以他表面上 好像非常重視年輕人或什麼 但實際上他其實對於他覺得不夠聰明的人 他就是這麼刻薄 有一個記者告訴我說 他有一次媒體參選的時候 記者坐在他旁邊 他就問他說你哪個學校 他就說日本某某大學 結果你知道柯文哲跟人家講什麼 喔 私立的 不行 喔 你這樣很害的 就直接這樣跟人家講 然後人家心裡在想說 你不知道在國外私立的比較好 所以他第一個 領導能力不足 他沒有給人餘恩 第二個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刻薄寡恩 刻薄寡恩 所以每一個跟他相處過的人 到最後 巴不得趕快跑 你想想看他當了八年市長 再怎麼樣有一票自己的局處首長 可是他選總統的時候 有哪一個局處首長 在他競選總部幫忙 沒有嗎 有哪一個局處長出來幫他站台 連王必勝都可以夜奔陳時中的敵營了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那柯文哲當年八年之後的局處團隊在哪裡 沒有啊 他現在除了黃山山以外 全部民眾黨裡面的人 幾乎又是改另外一票人了 那民眾黨的助理是怎麼樣呢 照理說民眾黨 2020年是一個新興的政黨 所有的助理 黨工 都是新手上任 你好不容易訓練了四年了 他應該要變老手或守守了嘛 可是當他要走的時候 你又不留人 又換陳志涵這樣的新的黨團主任來 永遠都在新手 那請問一下 永遠都在新手上任 老手在哪裡 所以民眾黨 所以難怪他們連政黨協商的ABC都不懂 對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最後還是決定 到立法院去作證 不只是因為他需要立法院這個舞台 因為他發現 他沒有到立法院去 整個立法院又像上一次一樣 完全超乎他的掌控 他這一次決定要好好的掌握立法院 所以連助理在內 如果是上一屆不分區立委留下來 但是不夠聽話的 他也是不留的 所以我覺得啦 柯文哲他民眾黨最大的瓶頸 就在於他是一人政黨 可是他還有意的讓他繼續走向一人政黨 甚至是神格化自己 包括剛剛說提名的N加1 包括說他要勢必公清等等 或者是不聽話的助理他就不留 那我覺得這一些對於為民眾黨 或是支持民眾黨來說 其實都是很辛苦的 對 後世你常常在立法院 這些這四年 這些立法院的民眾黨的助理 真的覺得被拋棄掉了嗎 我覺得柯文哲有概念沒做法 他會講說助理要留任制度 這個是對的 為什麼你想想看 立法院每次只要一換屆 好的助理第一時間就被搶光光 只要他老闆沒到面 好的助理第一時間就被搶光光 大家都知道誰跑 那你一跑民眾黨也知道 民眾黨都是我整個棒次全部交給你 對不對 大家看到大家也肥水不落 這些人用得很順手直接交給你 那他所以他要留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他有這個概念是對的 但是尤其是你知道 因為他這一次八個立委七個新科 對 立法院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 我有一個資深的助理 我有助理資深 我就可以再上手 我們常常講立法院什麼助理最重要 行政助理最重要 在那邊端茶倒水 然後申請那個洗帳 然後申請文具人士最重要 那個人如果搞不清楚 你整個辦公室都亂不起來 你完全不知道立法院 這麼多局數什麼這麼多單位 叫車要找誰洗帳 那個白的那個白帆 紅白帖 要怎麼處理要怎麼勾 那個電腦不會用 完全會停擺 所以有資深助理 你立委會好上手 尤其他的立委 現在一屆只有兩年 他的立委只有兩年任期 你的助理更重要 你助理更重要 你如果摸索 摸索個半一年之後 時間起一半 所以他有這個想法是對的 問題後面完全沒有去執行 我剛剛講了 好的助理大家一開始就搶走 所以你至少來講 你說你在開票之前 我不知道民主黨會有八席 民主黨會有八席 但是你至少留個五席的扣打下來 連任務都沒有留 你就是沒有跟人家談 你等到大家選完 等你一天兩天三天 等到最後 人家甚至都看到別人已經上工了 我還能苦苦的等你 等你來面試 那最後怎麼辦 就等不下去啊 所以整個民主黨 只有柯P有想法 但沒人有做法 他沒有人 就剛剛董事長講的 蔡壁如在那邊 他可能就會去幫你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對不對 什麼時候我該 他講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去做到 你現在沒人算 等到你想到的時候 助理人家都跑光了 而且以民眾來講 因為你這些新的立委 然後柯文哲的風格 我跟你講 你要找一般的外面的 資深的國會助理 除非要找不到 不然不會來 輕易來嘗試這個風格 你說在立法院 有一點資歷的進程 根本不會 有這個助理 根本不會進來 我民進黨的 我去找民進黨的不好嗎 我找國民黨的不好嗎 因為那些人的風格是固定的 這個黨的風格 你們這個黨變來變去的 然後再加上你看 你看一下看 那個楊寶貞走了 陳志涵來了 你整個黨團 也沒有半個人 搞得清楚 發生什麼狀況 我跟一堆搞不清楚 狀況的人一起共識 那你們到底 到底什麼天馬行空 我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等到他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已經找不到人 人家就不 不是你不想要 而是人家根本就不等你 他這個狀況 也會導致於 他還講什麼N加1的時候 我跟你講 他現在沒有執行力 最後N什麼都沒有